打久了有球嘛 打久了有球大家就打久了 就會組成球隊嘛 那球隊以後大家就會常常聚啊 打完就吃飯 喝點酒然後再回家這樣 甚至久了就變成朋友 那個朋友就會有很多 不只是打球吃飯的領域了 然後呢有一天 大家因為太熟了嘛 譬如說我們落得好 就說說說高翁落這檔啊 然後大家都知道說 喔那個劉律師啊 在中國發展得很好 賺很多錢 因為他一直講嘛 你公信就明明出來 喔廣東的番禹也有 然後山東的那個青島也有 你會這樣多少人 現在都找不到人 這四五千 我其實要八千人到達 這樣大家就不疑了 對 很熟了 甚至喔 帶大家去青島旅遊 但沒有去參觀公廠 沒有參觀公廠 這就是旅遊 因為他太熟了 他就說他太熟了 有一天他就說 我最近要扣廠 這樣啦 大家就說真的喔 那多大 我二十億 但是我現在還缺兩億 大家二十億 二十億 缺兩億 來來來來 要到租了 你有幸福嗎 大家都插瓜 因為這個很好賺嘛 對 後來大家都投資三千五百 大家都投資三千五百萬 總共只有六個人 兩億一千萬 這樣 哇 結果大家投資以後 他竟然沒來打球了 欸 可是喔 在台灣他住哪裡 不知道耶 欸他手機沒接了耶 哇 消失了 我跟你講這是真實故事喔 啊 後來我才覺得 他所以你投進去啦 不是 但是我在講就是說 為什麼我要這麼愚蠢 在這邊 要人出現才會賺錢 對啊 我應該每天去打球 六連賺兩億一 鄭大哥你的想法跟我們一樣 我每次接到這種 你就覺得我當律師 怎麼這麼辛苦 對 那個一個二三十歲的人 他只要跟你講說 我現在在做比特幣投資啊 黃金外匯買賣 其實真的在做什麼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只是講這些專有名字出來 你就相信說 可是我保證讓你獲利 一年給你20%報酬 每一個都吸七八億以上 然後人就到海外去了 是是是 那我們都覺得 當律師怎麼這麼難 欸六年的騙局 這不容易你知道嗎 不容易不覺得很